曾经有一位美丽的女子,她不仅拥有令人倾倒的容貌,还拥有出色的智慧和谋略,她就是清代孝庄文皇后,这位皇后在清朝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,她的聪明才智和美貌不仅赢得了众多人的赞赏,也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她与多尔滚、黄太极之间的情感纠葛,让人们对她的故事充满了好奇,那么多尔滚为何如此痴迷笑装,黄太极又为什么对她如此冷漠,这个三角链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,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,久居深宫不受宠。 众所周知,黄太极去世后,弗林还尚且年幼,只能由母亲孝庄辅佐她,联合朱亲王一同帮助她,可以这么说,如果没有孝庄的兢兢业业,清朝的基业说不定早就完蛋了,可就是这样一位历史上饱受好评的太后,年轻时却受尽了苦楚,遭尽了别人的非议,这一切痛苦的根源,都是因为她嫁给黄太极。 孝庄原名大玉儿,出生在科尔沁草原上,她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部落首领,颇有威望,所以大玉儿从小就被全族人当成宝贝。 谁见了都对她喜爱无比,因为性格讨喜,活泼聪明,出生十天有异象,自她出生起,科尔沁草原上就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言,大玉儿是福星,谁娶了她就能成为下一个皇帝。 尽管大玉儿本人对此并不在意,可远在京城的黄太极却有了心思,若是自己能取得大玉儿,那离皇位岂不是更近了一步? 于是在一番筹谋下,黄太极成功取得了大玉儿,报得美人归,在这里我们必须知道的是,在黄太极取大玉儿之前,早就有了自己的正妻哲哲,而哲哲则是大玉儿的亲姑姑。 不得不说,黄太极立语熏心,为了自己能够得到皇位,竟然先后娶了姑子二人,丝毫不讲伦理道德。 大玉儿从小就生活在草原上,每日都能尽情洒脱地玩耍,她最喜欢的也是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,可现在黄太极求亲要娶她,她就不得不离开自己从小生活的草原,去往满是规矩的皇宫。 可想而知,大玉儿内心是不愿意的,可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,她一个小女儿,也只能听从父母的安排,虽然内心不愿意,可她仍然对婚后生活有着极大的期待。 可到了紫禁城后,大玉儿发现自己简直大错特错,黄太极一点都不喜欢自己,也不会时常召见自己。 大部分时候,她还是一个人待在寝宫里,看着花开花落,春去秋来,皇宫之中的人唯利是图,看着大玉儿不得宠,便也都怠慢起了她。 可以说,大玉儿在皇宫里并不快乐,可一入宫门深四海,她的一生也只能这样度过了,自己不得宠也就罢了。 最让她不能接受的一点是,黄太极居然爱上了自己成过婚的姐姐海兰珠,还力排众议将她接进宫来,日日宠爱。 这对于她来说,无疑是一件巨大的耻辱,因为孝庄的姐姐海兰珠非常符合,尽管后者年龄要长于孝庄一大节,而且还曾经嫁过人,但一点不影响黄太极对她的宠爱。 等到后来黄太极称帝后,册封的后宫妃子中,海兰珠直接排到了第二位,仅次于皇后,而更早嫁给黄太极的孝庄,却偏偏排到了最后一位,尽管夫妻两人的婚姻,是名副其实的正直联姻,但为了满猛和贵, 两人还是相继生下了四个皇,三女义子,儿子便是后来的顺旨皇帝府里。 也正是凭借着这个唯一的儿子,孝庄日后才能翻身,成为清王朝史上最为显贵的女性,但她的命运得以显贵,也是建立在自身婚姻生活的不幸上。 孝庄的复原图曝光,只是随着孝庄的复原图曝光之后,人们才发现原来皇太极不爱她,还有着另外一个原因,在科技手段的帮助下,专家们根据孝庄的一些画像和历史资料,利用现代技术还原了她的长相。 我们先来看看孝庄究竟长相如何。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特殊的少数民族的装饰,因为满清的女真族的后代,所以大月儿这个装饰也是情理之中的,只见她的额头上,头发上都装饰着珍宝,看起来雍龙华贵,非常富贵的样子。 目光往下一动,就能够看出大月儿的五官了,留夜眉,大眼睛,还有一个小巧的鼻子和嘴巴,这其实是非常符合古代人的审美的,是小家碧玉的类型。 要说稍微特殊一点的,那就是孝庄的脸型了,她的脸颊是有肉感的,像是有婴儿肥一样。 而且下巴又比较尖,这更加显得孝庄的脸颊肉嘟嘟的,总体来看,就像是一个还未发育完全的小女孩。 到这里,想必许多人都能够猜出为什么黄太极不喜欢大月儿了,那就是这张脸实在是过于孩子气了,毕竟黄太极已经三十多岁,正常来说这个年纪的男性都会喜欢比较成熟的,性感的,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女性,而不是一个看起来还在发育的小孩子。 所以对于黄太极来说,孝庄完全不是她的菜,她不喜欢孝庄,也情有可原,只是对于这样的孝庄。 多尔滚却爱得深沉,这又是为什么呢? 屈身嫁给多尔滚。 让我们回到孝庄和多尔滚的爱情故事。 在《孝庄秘史》中,孝庄和多尔滚自小便相爱,只是后来因为封建礼仪的束缚,不得不分开,而后孝庄的丈夫黄太极去世,多尔滚的妻子小月儿也死了。 两人终于可以眉目传情,可依然无法再续前缘,但是在《康熙王朝》中,孝庄是为了生存,不得不从了多尔滚。 也有人说多尔滚是喜欢上了孝庄,并且放弃夺取王位,放弃征服天下,的确在影视作品中。 孝庄与多尔滚的爱情故事是美好的,但事实真的如此吗? 黄太极死后,孝庄原本也没打算在皇储面前做什么功夫,他只想带着孩子退居幕后,让弗林拥有一个平安顺遂的下半生。 但是因为黄太极去世的太过突然,皇位继承意识成了大难题,而当时有能力继承皇位的两个人实力相当。 将持不下的情况下,反倒是扶植扶林成为君王,才能将这两方的对抗拉到一个和平线上来。 孝庄也知道,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内乱对于国家,对于清廷,乃至于家族内部,都是十分危险的。 所以,确立了身上的担子后,也是这个女人挺身而出从中周旋,来维系这份平衡,竟然真的成功地让皇室内部弥漫的硝烟降了下来,转而对外扩大了清朝的版图。 这也导致坊间多德士讲述孝庄与多尔滚不清不楚的传闻,但是对于这些问题,双方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,或许是问心无愧,又或许是真有什么,这些都不好说,这也就导致到后世的文学作品中,总会将这两个人绑定在一起,并描绘出一些欲说还修的情愫。 虽然说,此时的弗林已然成为了顺治皇帝,但是这个皇帝只是名义上的,真正掌权的其实是多尔滚。 他只不过是将顺治当作一个傀儡皇帝而已,通过这种方式来掌控清朝的政权,等到时机成熟,自然会将他废掉,自己当上这大清王朝的君主。 对于这一点,孝庄皇后也是早有预料,于是为了保住自己儿子的皇位,他便做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下架给多尔滚,这样一来,他就不会和自己的儿子争夺皇位,同时也没有名义去争夺。 除此之外,在历史上对这件事的描述不一,有传言说,在顺治皇帝未登基之前,多尔滚就想谋权篡位,并不想把皇位给顺治。 不过孝庄皇后是她一直深爱的女子,也不好去伤了她的心,权衡再三,多尔滚选择放弃皇位,但是她对孝庄皇后提出一个要求,那就是嫁给她,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以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,孝庄皇后也别无选择,最后便不明不白地嫁给了多尔滚。 在这之后,多尔滚对孝庄皇后定然是很好的,毕竟此时的孝庄皇后已经成长成为一位成熟稳重的女性,其魅力是多尔滚锁,难以抵抗的,但是她对于顺治却是极为厌恶。 要不是因为她母亲的存在,这皇位就已经是她多尔滚的了,更何况顺治也不是自己的孩子,所以时常打压她,这导致年幼的顺治一直生活在压抑的情绪之中,以至于后来多尔滚去世,甚至竟将其掘坟鞭尸,可见顺治皇帝是有多么的恨她,但好在这清朝的政权终归是落在了皇太极的子嗣手中。